黄翠如似为非 肖正男撒娇,病了都无人真水肖正男今日出席新剧《翻生武林》宣传活动时,透露近日忙拍剧之余又要做宣传,结果癌出病来,要爬入厨房煮饭时。为何不及照女友黄翠如上门照顾? 他撒娇说,他去完旅行后,又去了孟加拉做慈善探访。其实香港也有需要人照顾的儿童,我病了也无人真水和地药。 肖正男表示年尾会飞往瑞士拍摄新一集旅游节目《公共初步》。提到曹永莲叫他与黄翠如造人,肖正男说,他顾好自己先, 他最近生蛇,肚脐胃省了一圈,要边时要边拍剧《高圆圆》报寿照疯传。 网友竟错怪赵又婷大陆女星高圆圆与赵又婷结婚四年多,感情稳定,两人也时常对外放闪。 最近高圆圆有数张报寿照片在网络上疯传,让网友不敢置信,甚至还有网友质问他的丈夫赵又婷为何没有好好照顾他? 结果原因揭晓,跟大家想的完全不一样。 高圆圆传言最近被网友拍到一系列报寿照,古寿如柴,让网友心疼留言,是为了拍芯片角色需要吗? 怎么这么瘦了,甚至还有人怪起赵又婷姑父没有好好照顾你吗? 最后真相揭晓才发现,这其实是2013年的旧赵,当时高圆圆为了照顾生病的妈妈,在北京一边工作一边侍奉母亲,与赵又婷无关。 如今这些照片又被拿来大作文章,让其他高圆圆的粉丝心疼,看了这些照片再想到当时背景,真心疼他,放出这些照片,你的良心不会痛吗? 赵又婷不避孕了。 半百宋一鸣要拼第三胎 宋一鸣,陈维玲及宋达敏,洪百荣夫妻左南下高雄担任健康食品一日店长,宋一鸣,宋达敏去年年底刚过50岁生日,而宋达敏又喜获三宝,让自认也是一伪活龙的宋一鸣动念,想再判第三胎。 宋一鸣先前传出已结扎,但他所澄清,自己后来被朋友劝退,并未做结扎手术。 他和陈维玲都想再多一个女娃,甚至不排斥一举怀个龙凤胎。 夫妻俩目前已经没避孕,这一两年要积极拼做人。 陈维玲说,三岁大的女儿乔妹因为有了达敏家的三弟,告诉别人我是大姐姐,并同言同语要求可不可以再帮我生一个弟弟。 成为夫妻俩下决心的主因。 宋一鸣强调达敏可以我也可以,如拼出双胞胎,家庭成员数还能一举赢过宋达敏,好胜心超强。 他评估目前和陈维玲的体力状态各方面都没问题,有信心老婆生三胎依旧瘦得回来。 而他原本就是不折不扣的女儿控,三宝性别毫无疑问期待女娃。 宋一鸣回忆,日前要到花莲灾区,女儿乔妹竟放声大哭,说花莲房子会倒很危险,要爸爸不要去。 儿子在旁则是只有窝,好的反应,让他大赶女儿果然贴心,即使才三岁就为了老爸安慰如此激动。 不过他也说生老三只是自己的心愿,成事与否一切交给上帝。 蔡依林大病后手露面,眼神换散公布病况。 蔡依林、周琳,大年初三惊传因病毒感染紧急住院,还临时取消原定19日处罚赴米兰的行程, 让歌迷相当担心。 25日他手露面,贴出自拍照报平安,不过,照片中他的眼神看似涣散,还是令粉丝挂心,纷纷留言住早日康复。 蔡依林今天在IG上传一张自拍照报平安,写着,等水蛇腰脱完一层皮,将如熊般旺旺来。 由于他急性肠胃炎,让免疫系统下降,因而感染病毒。 他今天表示自己得了三叉神经的炮枕病毒,正在等调价中,更透露近况,每天都黏在Netflix上, 也说想打网球,蓄势待发。 蔡依林和张韶涵八年恩怨被棋底。 范范罕见回击昔日同门范尾棋,范范和张韶涵不合传闻。 从2010年开始至今,近来张韶涵因参加中国大陆节目歌手2018再度翻红, 没想到两人恩怨又被搬上台面,让范范莫名被扫到, 不断有酸民涌入范范微博恶意批评,面对声浪,范范则贴出和双胞胎飞飞翔翔的合照, 似在回应酸民。 人红是非多,张韶涵和范范昔日在福茂唱片的恩怨又被重提, 指范范当时抢夺公司资源。 范范喊话,有你们,妈妈什么都不怕,似是回应网友的恶意留言。 没想到,网友逮到时机,在该篇PO文里下留言, 我把骂你的人全都赞了一遍耶。 范范罕见回击,看来你很闲。 不送罗。 还有网友来挑衅,听说了你很多不好的新闻,范范同样心上火线回应, 希望你不要被那些假的重伤。 让我的消息影响不避孕了。 半百宋一鸣要拼第三胎。 宋一鸣,陈维玲及宋达敏,红柏荣夫妻左南下高雄担任健康食品一日店长。 宋一鸣,宋达敏去年年底刚过50岁生日,而宋达敏又喜获三宝, 让自认也是一伪活龙的宋一鸣动念,想再判第三胎。 宋一鸣先前传出已结扎,但他昨成清,自己后来被朋友劝退,并未做结扎手术。 他和陈维玲都想再多一个女娃,甚至不排斥一举怀个龙凤胎。 夫妻俩目前已经没避孕,这一两年要积极拼做人。 陈维玲说,三岁大的女儿乔妹因为有了达敏家的三弟, 告诉别人我是大姐姐,并同言同语要求可不可以再帮我生一个弟弟。 成为夫妻俩下决心的主因。 宋一鸣强调达敏可以我也可以,如拼出双胞胎, 家庭成员数还能一举赢过宋达敏,好胜心超强。 他评估目前和陈维玲的体力状态各方面都没问题, 有信心老婆生三胎依旧瘦得回来。 而他原本就是不折不扣的女儿控, 三宝性别毫无疑问期待女娃。 宋一鸣回忆,日前要到花莲灾区, 女儿乔妹竟放声大哭,说花莲房子会倒很危险,要爸爸不要去。 儿子在旁则是只有窝,好的反应,让他大赶女儿果然贴心, 即使才三岁就为了老爸安慰如此激动。 不过他也说生老三只是自己的心愿, 成事与否一切交给上帝。